我现在在超市里面 已经在超市里面逗留了半小时了 只买了两样派 不知道要买什么 这里新装修了一下 东西还挺多的 就是不知道买什么 今天早上买了两块臭豆腐 等一下生日吃 买了点草莓 这个草莓14块钱一斤 后来讲了一下价 13块 少了一块钱 这是中骨 没那个大骨的 大 这些全部15块钱的 剩下的明天带去给我侄子吃 还满了点辣椒 这是那个香辣 我要蒸豆腐 等一下 还有那个排骨 把这个排骨倒进去 用冷水 洗一下 我才拿着这些来 应该够一个人吃了 今天要炖成那个清汤了 上次上个星期我朋友来炖那个麻辣的酥酸汤辣 加一点盐 让它泡一下 花10分钟 再洗 把草莓用盐水泡一下 现在准备切菜 现在切两个辣椒 放在臭豆腐里面 这里是我们 最那个 延时的一种蒸法 放上 米放上蒸 这个辣椒比较辣 好 现在切一点 葱段 还点姜 等一下 那个排骨 嗯 去腥着 今天排骨 比较少 这点我要留着 等一下那个 葱煎 一大 这些够了 等一下还要放料酒 上次我炖排骨还剩了一些这个煲汤的一些料 因为上次也炖的比较少 用那个山淮还有 嗯 红枣 还有枸杞 还有一只包豆 我现在把它洗一下 等一下炖的时候就全部都放进去 好 然后应该吃不掉 因为我身体不好 就是气血不足 炖一点这个排骨汤 补一下 现在要开始弄那个排骨了 我已经把排骨放进去煮了 放了葱还有姜 还有那个料酒 煮排骨浮沫的时候一定要用冷水 等一下捞起来的时候要温水泡一次 然后放在那个炖锅里 炖的时候要用那个开水 如果用那个冷水的话 煮出来的排骨会比较柴 不好吃 现在就等它浮沫起来 然后把浮沫给捞了 再煮两分钟就可以了 不能时间煮太长 现在把排骨倒进去 我这个小炖锅有点小 就是前两天用那个开锅烂了 所以这个我是从家里面 就重新拿了一个 就是有点小 我准备去重新买一个 因为这是砂锅 才4点排骨 等一下把开水放进去 再把那些料也放进去 现在把这些也倒进去 这些料放进去了 现在放一点盐 还是要放一点盐 等一下不够的话再放一点 中午安 炖锅烫 把身体这到底什么烂道理 炖着了 开关还没开 现在准备别的菜 这个鸡蛋 昨天恐怕是被我弄坏了 刚才已经看已经碎了一些了 昨天肯定是我侄子 提的时候撞到什么地方了 这个 我最喜欢吃这个 空间鸡蛋 两个就够了 人多的话 一个人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想吃什么自己买一点 自己煮一点 学一学做一做 我就是只能做一些这种简单的小菜 一般一些大菜 就不太会做 慢慢来吧 以后时间还很长 我的鸡蛋已经 打好了 应该把那个打荡器就合适了 感觉是两个有点少 三个有点多 吃一个都是够了 我尝一尝这个味 够了 等下就要开始 煮饭 我的饭做好了 就是现在这个炭 我感觉还没熟 那个小豆子 还有点硬 干脆我一直让它这样 能炖着 等下午再吃了 今天早上就凑合吃之前 也够了 好了 伙伴们 我要开始吃饭了 现在已经差不多 12点半了 平时的话 在公司早就已经吃了一个小时了 因为今天我做菜有点慢 等一下就吃完饭 就把所有卫生打扫一下 因为快过年了 把该洗的都弄下来洗一下 然后清扫一遍 好了 这次视频就分享到这儿 拜拜下次见